大家好,歡迎來到城子樂園 今天迪迦奧特曼要來超市買玩具了 他會買到什麼好玩的玩具呢? 超市來了好多新的變形蛋啊 迪迦奧特曼選擇了一個怪獸蛋 這會是什麼怪獸呢? 這裡還有好多奧特蛋啊 讓我來選一個吧 這會是哪一個奧特曼的變形蛋呢? 這裡還有賣齊齊蛋的 讓我來選擇一個藍色的 這裡面會有什麼驚喜玩具呢? 迪迦奧特曼還來到了超市的賣零食的角落 超市裡還有很多新的零食 這個麵包超人的食丸看起來挺不錯的 那就買這一個吧 要來結帳了 迪迦奧特曼拿了500塊錢的硬幣 太好了買到了好多新的玩具啊 趕緊回去和奧特曼一起玩 迪迦奧特曼開開心心的回到家 原來迪迦奧特曼來家裡做客了 哇迪迦你買到了這麼多好玩的玩具 正好我們可以一起玩呢 太棒了 我還買了好吃的食丸和奇緒蛋 讓我們趕緊來拆開看一下吧 讓我們來看一下迪迦奧特曼買到的怪獸蛋 是什麼怪獸呢? 讓我們一起來變形一下 怪獸的手變形好了 隻好像是兩個翅膀 怪獸的尾巴和頭也變形好了 這隻怪獸好像是一隻公雞 原來怪獸的腳藏在了底下 這是一隻什麼怪獸呢? 牠好像還會飛行 銀河奧特曼問 這是什麼怪獸啊? 好像是一隻鳥 迪迦說 這隻怪獸曾經打敗過泰羅奧特曼 是一隻非常厲害的怪獸呢 那你們知道這是什麼鳥型的怪獸嗎? 誒,這裡還有一個奧特曼 這個奧特曼看起來好眼熟啊 讓我們一起來變形一下 奧特曼的腳變形好了 原來奧特曼的頭藏在了胸口裡 變形好了 原來這是出的奧特曼的奧特蛋 看起來好炫酷啊 喔,你看奧特曼的肚子咕咕的叫 原來牠餓了 你叫奧特曼說 正好我買了麵包超人的食丸 這會是什麼食丸呢? 讓我們一起打開來看一下 這裡面原來是一根棒棒糖 上面還有麵包超人的笑臉圖案呢 看起來好可愛啊 那這是什麼口味的呢? 讓奧特曼來嚐一下 喔,牠太餓了 一口吃掉了棒棒糖 原來是橙子口味的 太神奇了 奧特曼吃完了棒棒糖 變成了鷹河S奧特曼 迪迦說 你手上的武器好酷啊 可以借給我打怪獸嗎? 這裡還有一個藍色的奇緒蛋 原來是迷你的初到奧特曼 看,牠好像在天上飛呢 我們把牠帶到迪迦的脖子上 迪迦奧特曼帶了初到奧特曼的迷你項鍊之後 也充滿了能量 兩位奧特曼要去打怪獸了 那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這裡 更多更好玩的奧特曼玩具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